我現在要問一下現場 到底我們搶家有幾棟豪宅 不是我的 是爸爸的 都是爸爸的 現在的家裡還有公司 然後東西會 還有之前詐騙集團那一間 爸爸又要買一間 然後還有爸爸的兩個店面 還是三個店面 應該十個左右吧 但搶家你自己本身擁有嗎 沒有 你沒有 我爸爸說我之前想要買 我有賺到錢 我跟他講說那我錢放 你每位給我利息之類的 他就覺得不合不合 就把錢還退給我 才該要個幾萬塊利息 他不要 然後跟他說 我想說我想買房 他說女生買什麼房 不用你外老公買就好了 不用你不用搞這些東西 然後你剛剛說那信用卡也是 我的 爸爸之前辦付卡給我 然後他只是帶我小時候辦給我 那時候來小學吧 小學 小學國中 國中高中辦給我 他說付卡給你 我去拿 那時候高中去買一雙鞋子 三千塊回來幫他剪掉 他說付卡給你拿去給人家看 不是給你拿去刷的 給人家看 對 他都只要 這代表你的身分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刷 可是只刷三千就剪卡 不是 現在爸爸是說給他身分 就是讓人家就是看他 所以就是以後同學欺負搶 他就這樣拿卡 看了沒有 是什麼東西 黑卡 然後被打得更慘 對 然後 反正就是這些東西 其中就是可以看 像我小時候爸爸也是 我那時候國 就是在入黑社會的時候 我就有帶一隻老利士了 就是那時候爸爸都是給你說 你在都是給人家看 可是那老利士 都不是你喜歡的款 就拿那種老人的那種 鱗片的那種 不是給你水鬼 對 那種鱗片型那種 很土人那種 然後後來不要就放在家裡面 然後他就覺得說 打賞的那種 我爸會偷 又不給我把他賣掉 然後大安區 我們家住大安區 我現在住的地方 然後也是家裡面 就是那個裝潢最破舊 就是三四十年來 我爸三十年都沒有裝潢過 他說 問他說為什麼不裝潢 大家旁邊都改得很漂亮 他說沒有啊 我們家最賺錢 大家知道前面的客行 都是我們家的 我們不需要改啊 那個都是車庫都鐵皮屋 都是最舊最糟糕的 然後我連那個 那個員工來拉鐵門 都是用拉的 不是電動的 然後等於說我自己沒帶 還是用拉的 然後我自己沒帶鑰匙的時候 我自己都要這樣 拉鐵門進去回家 他真的真的 他給我過從小的生活就是 很淺 很淺 就是很 因為我從小念了學校 基本上不會花什麼錢 學校也沒福利社 然後他就覺得 然後就是每天是家裡面有傭人 幫你做事情 然後每天就是校車接送 所以他也不會花到什麼錢 然後小時候 同學戶外教學 大概就是一千塊讓我去戶外教學 這樣子 一千塊戶外教學之後 我就覺得一千塊可以買很多東西 我沒見過錢那麼大 我就覺得一千塊可以買 所有7-11的東西了 然後或是覺得一千塊 去買個戶外教學的東西 或是那種鷹哥什麼的 桃圖那種東西買 又被他罵了一頓 買垃圾回來 之後又再減半 錢又再被減半 然後到國中高中每個月的 利用錢都是一千塊 有時候甚至更少 所以你爸爸對你應該很嚴格 非常嚴格 就是對我是軍事教 因為我爸爸是軍人 軍事教育 軍人出身的 他其實從小到大的 爸爸的那種環境 就是非常非常可憐 他從小到大在彰化 是被打到大的孩子 因為我阿公是入罪的 是入罪的 所以等於說他打一個小孩 給大家看 就打我爸爸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 這麼多的房子 我估價 他老爸身價多少 多少 10億啦 至少 不只 我覺得 但這一點搞到他不知道 他在外面都說 1億 然後他跟我說他要去代款 他說沒有 家裡沒錢了 已經沒有錢了 之前 你要爸爸去賣血是不是 不要讓人家知道 他之前他就跟我說 你這種態度 你要我去賣血是不是 你家生意不好 他就說你們全家都逼死我 要逼我賣血什麼的 搶... 你今天講這麼多 回去你爸會不會 沒有 他昨天晚上還罵我 對 說今天心情不好 昨天晚上我出門的時候 只是就是 我的房間只有一個電燈泡而已 就是我已經沒有在用 直接開那個電燈 我自己 因為我房間那個裝潢太差了 我就直接買一個立燈這樣子 然後可以那個電燈泡按下去 我只是出門忘記關 他傳訊以來罵我 說你沒關電燈 你電費是你腳嗎 沒腳呀 什麼的 就一直罵 然後他說你怎麼 他說房間電燈都不關掉 做人沒有必要那麼自私 電費不是你再腳 浪費電 自私又虛榮 沒教養 然後我不管他 殺電話又來罵我 然後我就不講話 我就不講話 後來把電話掛掉 等於說一個電燈沒關 就是他掛 也可以只是個小燈泡 就整個燈泡而已 但是我想問 已經省電燈泡了 你爸對你教你這麼嚴 他會打你嗎 會打 你會打你 從小打到大 就是我以前的那個學校 觀念是 在學校老師打 回家裡家長打 打就是這種 就是你吃飯沒有吃完打 然後你水沒喝完也打 老師給你寫的落布說 你愛貪玩 愛講話也打 然後呢 從小到大給我請假假 每天在我家裡面 就是對著我一對一這樣上課這樣 我沒 我考不好 我反正不會念書 那不是我喜歡的東西 考到最後一名也打 還把我趕快剪頭髮 剪成男生的頭髮 就是他的軍事化教育 一直感到不一樣 我要插一句話 為什麼你爸這個嚴格 可是你的負面新聞這麼多 因為我被壓抑 應該是延遲突高 突高度才對啊 被壓抑太久 那種都是 像個氣球 他不讓我去追求我喜歡的東西 是 他也不懂說我喜歡的 他就那種很傳統的思想 就是要小孩去念律師 念醫生什麼的 可是那不是我這樣的東西 我就念最後一名 你要我怎麼辦 有人搶談你 你他來走法院走多久 我走法院走過後 還滿多次的吧 就是 應該有三四次喔 那像常常我鬧上新聞的事情 都是我背後的那個 寫一些文章 都是我的另外一個同學 那他現在是在立法院裡面 當委員助理 就他們其實都是高材生 都是留學生 就當我爸爸是比較保守 他覺得說我不要 就你也有文膽就對了是不是 對 我有 我小時候是文 因為我很愛看小說 因為我通常都在學校裡面 就是看小說那種 我不太會念書 我的文筆非常好 我會小說給全班看 作文比賽哪 全校第三千三名 厲害 然後我的文章 都會登過的日報 所以說我覺得 我爸爸以前還覺得我口才很好 要我當律師 可是之後都發現 我一直被請律師來幫我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